大家好,又到了烏克里里小学堂的时间 那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很基本 但是好像也很多新手会遇到的问题 那就是调音 尤其是当我们拿到一把新的琴的时候 有时候调音调错了,那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来教一下说我们该如何调音 首先拿到琴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要买一个调音器 调音器有很多选择 那现在调音器他们价格也不贵 然后大家可以选这种可以夾在琴头上的调音器比较方便 好,然后烏克里里的四根弦的低音 由第四弦到第一弦是SODOMILA 也就是GCEA SODOMILA 那之前曾经碰过有一些朋友 他们调音 用调音器调音 调SODOMILA GCEA 都调对了 可是弹出来就觉得怪怪的 原来是8度调错的 他可能调的低8度 所以弦太软了 所以声音会低8度 而且你按弦的时候他的音高会是错的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说他正确的音高是什么 好,那我们现在来就来示范 好,你看调音器上 那我们一般的调音器呢 他有分为全音域 或者是专门针对吉他 专门针对乌克里 甚至专门针对Bass 那现在很多调音器他会把这几种功能都做在里面 那你可以选择 依照你的乐器来做选择 那可是我自己个人比较习惯的是 都是用那个全音域的功能来调 因为这样你不管用什么乐器都可以调 好,那我们就先来调第四弦就是SO 好,那怎么调呢 你看调音器要让他正好在正中央 是G 然后,请大家注意 G调对了 可是注意一下音高是不是跟这个G一样高 这个音高才是对的音高 如果你调到的是 很低 很低的G 那就是错了 这样的声音是错的 你要不要调到 跟刚才的 可以调到的音高 这个G 这个G才是对的音高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调第三弦 是DO 也就是C A 一样看调音器 一样看调音器 好,让他 调音器在中间 就对了 然后再来是ME 就是E 好,拉 就是A 就是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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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调好之后 他的音高应该是要这样 大家可以比照一下 如果音高听起来跟这个差很多 那应该就是八度调错了 应该要是这样的音才是对的 应该要是这样的音才是对的 好 那这就是 简单的调音方式 那 大家如果买到的是新琴 完全新的琴 那可能 你会发现 刚调好音 没过多久 他音又不对了 那 新的琴 或是你刚换新弦的时候 通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 你只要 你只要 稍微用手 把 弦 稍微往上拉一点点 这样 拉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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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调 再调 然后大概 多调个几次 然后大概 几天之后 他的 弦的张力啊 各方面就会比较稳定 那个时候音就不会跑掉了 就可以 享受弹琴的乐趣了 好 我们下次再见